赵刚才 赵刚才 你什么情况啊你啊 你啥意思啊 你真有意思 你开个相亲大会 你折腾我俩干什么 对呀 我怎么叫我折腾你俩 我怎么折腾你俩了 你一天八百个电话 还往我家门缝里塞传单 我这不是为了要提醒你俩吗 由你这么提醒的门都堵住了 我差点都没出来 你是不是把复印的所有的传单 都塞我家门缝里了 我今天一开门 我差点塞一根头 你俩也太夸张 我这不是为了更好地去宣传你俩吗 我用你 是 你是宣传得很到位 现在这一片 都知道我俩剩下了 好好好 宣传得非常成功 来来来 二位请坐 请坐请坐 我跟你们说呀 你们这个个人问题呀 是你们父母 还有我的一块心病 我非常操心 是不是 所以我重点这次 要把你们从53克组 隆重地推出去 我跟三克推出去呀 对呀 问展呐 那脑袋就砍掉了 还香啥琴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 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 听见没 我可不是吓唬你俩 你俩要再不珍惜的话 你俩很有可能 从53克组 直接晋级到 西洋黄昏组 你威胁谁呢 那是天哪 就我这条件 我跟你说 就我这资质 我跟你说 就咱们小区 你说 我能看上谁 就我这条件 你说我们小区 谁能看上我 赵文 我跟你说 你看我的气质 你看我的皮肤 你看我的内涵 你看我的皮肤 你看我的长腿 你看完它 你就不用看我了 不是 你俩今天 就这么闹 到底什么意思 这是放弃 再见 就是放弃 空经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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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术家 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 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说咱们物业 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 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 张艺术家 就因为您忙嘛 而且您也说过 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 您得在家里边练琴 对吧 就怕打扰您 那也得分事 爱情工作两不误 这么好的活动 我要是错过了 那可就是赵经理 你的过错了 不对呀 张艺术家 您现在还单身吗 那当然了 张艺术家 不能吧 我记得前半年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 那天天的女的 王师不堪回首 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不对呀 那也不对呀 一个多月前有个短发美女的天天就在你家呀 天天的 那也是过眼云烟 那也不对呀 三天前不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天天的 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 张艺术 你烟银挺大呀 你这天天 你天天你这云里屋里的 你不觉得呛的话吗 行李一你谁会开玩笑 呦 这两位女士是 哦 是 这二位呢 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林小花 借你的高知 愿要自己 张经理 可否刺在下一支笔 刺刺刺笔是什么意思啊 填个表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业务情熟练的 看来没少填个表 赵经理 请刺小女子一支笔 外带一个表 哎呦我的妈 你俩啥情况啊 恋刺 不是 你俩不是说好的不参加活动吗 谁告诉你的 哪只耳朵听见的 哎你看黄雅花 你跟我说的 你说这小区里边 你们看不上别人 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 我我我我爱看谁 看谁关你啥事 我跟你说 看上看不上的 你不得先看看呢 对呀 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传单是不是你塞的 我俩是不是重大产品 是啊 那产品都来了 为什么不让上架 行了行了 来拿着笔 二位上架吧 张兄弟 我的表 张艺术 张艺术家 张艺术家 我仿佛在您的眼中 看到了一缕云烟 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 一缕小巧玲珑 一缕风情万种 这两缕 我都稀罕 张艺术家 您就是再稀罕 您只能在其中 选一缕云烟 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呀 咱们您还准备批发了吗 那我就不能过选吗 那个张艺术 您坐这 我正好有个事 我跟您说说 反正这也没别人 就是您在外边 有多少云烟 咱也管不着 是吧 但是呢 这次活动 是咱们物业举办 所以咱们得负责任 而且呢 这个据我了解 这两朵云烟呢 您还得弄好喽 您要弄不好的话 容易把您呛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对我的肺活量 还是蛮有自信的 那个张艺术家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吧 都或多或少的 受到过伤害 所以我特别不愿意 他们在第二次受伤 那个张艺术家 就我的这个 这是我心里话啊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 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 还不太了解 所以呢 我没办法准确地判断 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决定呢 先相处一下 你这个是应该的 你准备怎么相处 我都想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 再次受伤 好 所以呢 我跟他们分开交往 彼此不会指导 避免尴尬 一三五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约会 二四六的时候 我跟大个儿的在聊聊天 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那个长艺术 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 我也是人 我也累呀 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 好好地考虑一下 下个礼拜一三五二四六 怎么安排 不是 张艺术 就你这么谈下去 总得有个结果吧 哎呀 结果不重要 重要是过程 我告诉你张艺术 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 那就是扯犊子 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 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行了 那个张艺术 这么这么 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 您还是不要参加了 好不好 哎 赵经理 你这话说的 可就有点不艺术了 行 我说的艺术点 出去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是这次不带你玩 明白不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 明白不 那我这表我都填完了 表填完了没用 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 我们有这个权利 不让你参加 出去 怎么来怎么的 主办方你就嚣张啊 主办方 主办方 你什么素质你的主办方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哎呀呀呀 两位女士 两位女士 别激动 原谅他 原谅他 哎呀呀呀呀 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不是什么叫 哎呀呀呀呀 谁让我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者呢 赵经理 过来 过来 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 你再看看你的境界 就你现在这个境界 跟艺术家一比 你简直是赖蛤蟆上马路 还愣装进口小鸡脯 你知道吗 你都在小鸡上好好趴着呗 你上人脚面干啥呀 你压人脚了 你知道吗 对人 就是 你也知道啥呀 你听他往后说 他后边还说了呢 我说就说嘛 很正常啊 我的意思是 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 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 说的特别好 没毛病 出 出什么出啊 你往下 你出怎么出 那接下来就很正常 应该约个会呀 特别对 什么约呀 怎么约 怎么约 往下说 赵康哥 你问那么戏干啥呀 你要跟你去呀 你给买电话 他怎么发达的 赵康哥你是想去吗 你想去 谁是谁 你不用问那么多 你俩吵吵啥 别吵吵 行了 我也不顾计你了 我就直处了 他说约会 是这么个约法 一三五 跟你这小个约 听见没 二四六 跟你这大个约 那青天呢 青天他休息 他累 他得休息 他得考虑一下 他小公子 你怎么说话呢 你得得咕咕咕说啥呢 说话咱们得咋吞吞吞 你这么说话 在两位女士面前 我很没自尊 我很尴尬呀 你还有更尴尬的 听见没 他说了 跟你们谈 他没结果 听明白没有 男俩听好喽 没结果 明白吧 就是浮云飘 就能陪 这姓赵的 你怒我是不是 怎么的 你信不信 我给你怼回去 怎么怼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你怎么跟赵心理说话呢 你太不像话了 还什么该说什么 不该说 还尴尬 你还知道尴尬呀 还艺术家 别给他仨子丢脸了 你敢和我刚子哥 平常我俩和他就算了 你算老几呀 你想约会我俩和他 我咬你 出去 叔父 解放领域 看见了吧 舍战就得有帮手 单挑就是不如群偶 张 艺术那个 张师傅 对这两朵云烟 现在作何感想 有点呛 钢子哥 干啥 幸好有你 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 谢谢你 你俩呀 不是我说你俩 对吧 岁数是不小的 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 我跟你说啊 这回相亲 一定要擦亮眼睛 听见没 嗯 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 就看内在 看心 听见没 我跟你说 其实你俩呀 是挺好的孩子 对不对 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 追求爱情 对吧 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 这是没有错的 这个男的 一定要单单的爱你 在他心里 只爱你 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 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 所以未来这个先生一定是老实的 真诚的 不说瞎话的 心中只有你们 这个啊 我 我 我已经有了 我 我已经过了53科那组了 张子哥 哎 你有弟弟吗 你有哥哥吗 愿咱们亲戚也行 只要姓赵就行 那个啊 走 去哪啊 回趟你们老家 干啥啊 滑了人气 哎 我说哎 我说 我说哎呀哎呀哎呀呀 小黄啊 我大美呀 杰克林匹们 记住了啊 路宅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见俩奇葩 我走了